小学妹 知道小学妹来了 所以不敢说了是吧 来 有请小学妹 来 学妹 对 这是学长 是的 觉得你打篮球什么的高兴吗 高兴 公交我问问 就是那个 刚才我们看的 你们打球的那些照片 就这样的合影 你一般怎么处理 放在哪 放在微博里 除了放在微博里 生活里你会摆出来吗 也会 你会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房间里 因为我比较重担 照片那么简单了 你知道吗 我翻他微博里面 他那些照片 他微博里面全都是 我男朋友的照片 还有他们两个的合照 还有他打球的视频 那你说微博 那么公众的一个平台 让别人还以为是他 难透露的 我只是想 很单纯的去喜欢一个人 我并不想去伤害你们 任何一个人 有一次我们两个晚上 看电影的家 然后就已经都快凌晨一点了 然后他接了一个电话 然后我就听到 隐约听到 有一个女生哭哭啼啼的 然后我就 就低流感觉 感觉应该是他 他这电话正接着呢 就准备起事穿衣服 那你就这样就可以 抢我手机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还小声地说 我问他 我尊重他 我说是谁啊 我就没出声 他跟我就摆摆手 我就什么都不说 还是继续穿衣服 那你就挂我电话是吧 我要不抢你电话 我知道是谁啊 你会告诉我吗 那你不觉得一个小女生 在外面很危险吗 到晚上 那你知道她危险 那你怎么不知道 把我一个人扔家里 我也会很危险呀 那在家里能危险是吗 怎么了那天 他们说什么呢 是你吗 是我 就是有一天 我跟那个室友吵架了 就当时心情真是特别特别不好 因为我就是也是一个人 就是在这边上学嘛 我就觉得 室友都在排挤我 就我平时都比较喜欢这个学长 因为他就像大哥一样 就给我一种特别有安全感 所以说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肯定会想到他 那你说他没有别的男的了吗 没有 我就觉得学长对我挺好的 不不不 姑娘这样啊 就是 你是他的粉丝 对吧 其实小学妹 我现在 现在一直想的 就是他这块 我对你 其实就是一个哥哥 对妹妹的爱吧 就是 就是如果以后你在学校 遇到什么困难啊 什么的 你招呼我 我一定会全力去帮你的 但是 现在我的首要目的 还是在他这 所以 谢谢 你曾经需要过他吗 没有 喜欢打篮球的男生 是的 全世界也不是他打得最帅的吧 你球技打怎么样 不错的 打什么位置啊 后卫 进专业队吗 进得了 反正你在你们学校 算是拔尖的对吧 对 那个在全国的大学生联赛里面 能能拿那个 MVP之类的吗 那还差一点吧 还差一点 对 那其实说白了就是 哎 这你们需要打得最好的 放眼 其他大学也有打得好的 放眼 CBA 有打得更好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除了喜欢这个哥哥之外 你还可以喜欢其他的哥哥 或者叔叔 对吧 你都可以的 明白 你没有要说的意思吗 明白 因为 因为美好收在心底 留意观察一下 你周围的哪一生 一定有人喜欢 你明白吗 明白 那个 以后还可以带着你男朋友去 看他打球 然后我估计你就会笑出来 你跟你男朋友说 哎呀 我以前可喜欢他了 现在看他打球 也就打得那么回事 你知道吗 说拜拜 刘国内说拜拜 可以了啊 回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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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